秦律师 好巧啊 你们也吃火锅啊 秦律师 不好意思啊 我没跟你说俊慧是我未婚夫 公司也没有规定 必须要上报所有的社会关系 监陶律师是你的未婚夫 那西美公关的老总 是 我和秦律师是你的未婚夫 我爸 胡律师 你真是太低调了 秦律师 我们的事你可千万别在律所说 有这么优秀的未婚夫 还怕别人知道吗 不是我嘛 就是我爸的事 你可一定要保密 对唐总也要保密啊 嗯 如果我是你 我就会大大方方说出来 这肯定是一个加分项 因为现在很多人 都非常在意家境出身的 是吧 陶律师 很好了 可以吃了 先别着急 我正在给你做一款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酱料 那我等你一起 等乱了解脱 还有最后一款 画弩点睛制服 秦律师盘御用酱料 新鲜醋 谢谢您 可以吃吗 等你一起吃吧 果菇我喜欢两个人吃 只要你喜欢吃果菇 我都陪你 快尝尝 味道怎么样 来 你想什么呢 跟你说话呢 我想吃果菇了 他想吃果菇 真的想吃果菇了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们年底 恭喜你们 谢谢秦律师 刚好你也是俊辉的校友 也是我的上司 到时候请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秦律师特别忙 没时间的 你怎么知道 真的 别瞎说了 如果学长给我发情景 我一定会来的 你不用勉强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参加婚礼的 而且咱们这层关系 你们俩也不用道上祝贺 不来也没问题 聚会 胡说话倒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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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我们回家 秦律师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跟菲菲的关系 就以后麻烦你 不要让菲菲料之打谈 落为玉兰的消息了 不是 不是 秦律师让我打听的 不是吗 不是 吴菲虽然是你的未婚妻 但她也是我的下属 我只是给我的下属安排工作而已 不过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 那吴菲以后就不用负责这个工作了 免得你们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秦律师 你误会了 我们之间没有矛盾 谢谢你啊 秦律师 我觉得你的安排没问题 好 不客气 落落回家吃火锅吧 秦律师 我们也吃火锅 要不然我们一起吧 不用了 不过还是你们两个吃吧 吃吧 嗯 你干吗呀 你一句话我工作都没了 没了就没了呗 我养你 你不说了吗 律所的工作宝 上次又那么变态 我什么时候说的啊 可别瞎说 这下好了 我明天到了公司 还得给人家陪笑脸 好不容易工作出点成就感 被你一句话全给我毁了 这不正好吗 不用陪笑脸 你们律所那么多高级律师呢 换一个上次不就完了吗 你说得倒容易 我就觉得秦律师是最好的 我要学就要跟着最好的学义 那哪儿值得你学呀 你要学法律 我可以教你 你不对劲 秦律师不可能 对都能处理的孩子感兴趣 难道 你低估什么呢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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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买的黑糖珍珠双瓶奶茶呢 我去给你拿 谢谢 宽主就宽主醉了 差点要闯祸 还好 我们动作要再快一点 我们动作要再快一点 蓝小甜跟庞丁芳要离婚了 蕾姐 蓝总的别墅我刚刚去过了 不想有人在 周围还有很多讨债的人 你怎么也在这儿 谁通知你的 多个人多份力量 别墅这边天罗地网的 其他人那边有收获吗 我们刚去过女企业家协会的办公室 那边也有催债的人盯着 我和大方啊 从玉兰集团门卫那儿问到了 很久没有看到蓝总了 我们也看了监控故乡 确实很久没有看到蓝总出入玉兰集团 要不您再问一下她亲戚朋友 看看是不是偷奔她们了 好的好的小谭先这样啊 我姨妈没什么朋友 之前就跟我妈最亲近 我妈去世以后 也就跟我比较聊得来 除了我大舅以外 也没什么亲戚 我姨妈跟我大舅关系不好 这个时候不可能去找她们 你先别急 至少目前为止 还没有警方和医院的消息 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